盯著九個月大的肚子 牽著兩歲的小兒子 在公園玩的江小姐 八月即將臨盆 已接第八胎 母雞帶小雞的那個園裡下去 養育這群兒女 八個小孩加上夫妻倆 湊成十全十美的家庭 但卻遭人爆料起底 是個介入別人家庭的小三 姊姊姊姊夫的前七情有爆料 丈夫和前妻育有一子 才結婚不到三年 就和江小姐發生了婚外情 事情爆出來後 江小姐夫妻倆轉而低調不回應 家中鐵門聲索沒人應門 而江小姐的親友留言相挺 說她靠自己考取保母 秘乳月嫂的證召資格 老大老二上了高中大學 也自願打工幫忙分擔家計 一家人生活何樂 這一路走來撐情這個大家庭 坦真的不容易 這也綜合報道